别人去杭州,多始于西湖,雷锋塔,我去杭州,却是完全因为那位晚清富可敌国的胡大善人,胡雪岩。 胡府就在杭州最热闹的老街,河坊街附近。 踏进大门,脑子里已经浮现出红顶商人钟,王有灵,古英春,七姑奶奶,游武爷等一大串的人来。 胡府内回旋的明郎暗弄,宛如迷宫,建筑材料可媲美皇宫,昔日的胡府是何等的热闹。 虽然今日钱庄,典当行已不在,但胡庆渔堂依然经营至今,成为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老字号,和坊街附近的胡庆渔堂中药博物馆,药房内昔日的大厅还在。 大厅内陈设着胡选炎像,那块真薄二驾的牌匾也挂在原处。 胡大善人的美誉也多半因为胡庆渔堂。 我想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否流芳百事,不在于是否曾经复可敌国,而在于是否做过立国立民的贡献。 这才是一个人不朽于世上的根本。 人家没有数据。 人家没有数据。 感谢观看